欢迎来到Joy to the Rogue 我是乔乔 又来到学测系列影片啦 那我在这支影片会告诉你的穿着以及装法 然后再来是你面试的礼貌 最后是你自我介绍到底该说什么 那我在下一支影片呢也会告诉大家 在面试的时候教授到底都会问哪一些问题 然后你应该在面试前如何做准备 才能正面迎接这些问题 那首先是穿着跟装法的部分 其实穿着就主要一个原则 就是干净整洁有精神为主 那除非你是一些像是商管学系 财经系、会计系、器官系这种 需要穿着比较正式的套装之外呢 其他你只要follow刚刚那些原则 其实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想要传达给教授 比较温暖形象的话 你就可以穿着比较暖色系 那你是想要传达给教授 比较利落利害的形象的话呢 你就可以穿着冷色系 那至于装法的部分呢 女生建议还是把马尾夹起来 看起来会比较有精神 但如果马尾夹起来会让你没自信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放下头发的 但是建议还是夹个小夹子 让教授看到你是有打扮的会比较好 那至于装的部分呢 主要是以自然为主 那建议还是化一点淡妆 会让你的精神看起来比较好 那如果你平常是习惯化浓妆的女生 那一定切记在面试的时候 还是要以素雅为主 那至于男生的部分的话 建议面试前一定要把胡子挂干净 然后头发要熟地整齐 不要让教授觉得你是一起来 就可以去面试的那个样子 那其实follow刚刚的重点 其实只要不要穿会露脚趾的鞋 会露肩膀的衣服 然后会露到你大腿的裙子或裤子 那其实只要避免这些 其实都是合一的 那接下来是礼貌的部分 礼貌其实就是教授对你的第一个印象 切记你走进面试房间的时候呢 不管前面的人走得多匆忙 你进去一定要先对到教授眼睛 跟他们微笑示意 让教授第一眼看到你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那再来就是面试 最后教授可能都会问你 诶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那这时候问题一定要答上请问教授 那在教授回答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紧盯他的双眼 然后告诉他 你是非常认真在听的 然后最后回答完问题的时候 也一定附上 谢谢教授 让教授对你的印象更加深刻 接下来就是重点的自我介绍啦 那自我介绍其实是被神以外教授 第一个看到你本人对你的第一印象 所以自我介绍准备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自我介绍通常会分成一分钟跟三分钟的版本 那这边建议大家可以先撰写三分钟的版本 再让里面去进行浓缩变成一分钟的版本 那大家这时候可能会问我自我介绍 到底要怎么开头内容要写些什么 那主要有两大原则 第一个就是破题法开头 第二个列点法让教授印象深刻 那首先是破题法 就是你一开始就要先陈述你这个人的个性 特质 以及你某一些经历所获得到的能力 那所谓的列点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我有什么样子的能力 我有什么样子的特质 然后因为这些活动让我学到了哪一些东西 先用这些列点法的重点式条例 让教授一听就知道你接下来要讲什么 比如说 我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外山活泼 主动积极 喜欢挑战新事物的人 那也因此我在高中阶段参与了非常多的活动 那也是这些活动培养了我问题解决能力 团队协调能力 以及口语表达能力 像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让教授一开始就马上知道你接下来的重点是哪一些 那接下来你条列师玩的重点之后 就可以开始讲说你有哪一些经历 那这边教大家要怎么样从第一段衔接到你的经验会比较顺 那你可以在第二段的开头写 我在团队里的定位是什么 又或者是我在团队中的强项是什么 接下来讲说 例如我曾经在哪一次的团队当中 达成了什么样子的任务 做了什么样子的努力 而最后我学习到什么样子的能力 用这样子从一开始团队的强项 到实际案例 再到所学能力 去构成一个完整的架构 那这样子的话 教授就会大概知道你前面在讲的细想佐证是什么了 那最后呢就是带到你的申请动机的部分 那因为前面的这些特质 个性 以及所获得的能力 让你觉得你适合这样子的科系 比如说因为我在很多团队里担任过领导的角色 因此让我发现我对于领导的喜爱 也在过程当中学习到很多问题解决的方式 也因此我很想进入气管系 去继续钻研关于领导这部分 除此之外也培养我深度学习的能力 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教授看到你的自我介绍 是独一无二位置于学校量身打招的 那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你在讲申请动机的时候 可以去结合这间学校特有的特色 比如说这间学校有很多的职押讲座 那你就可以说 我未来也安排在大四的时候 开始积极参与这些讲座 让我在未来找工作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顺利 用这样的方式让教授知道 你对这间学校已经查得非常仔细 好那讲完顺序之后 大家可能会问我说 那我在撰稿的时候 到底应该全部打出来吗 要照稿全备吗 可是我照稿全备万一忘记不是很丢脸 那这也建议一个方法 就是你在打字的时候 只要条列是你的关键就好 那你只要把这些打进来 然后接下来用你比较正常的口吻去叙述 其实就比较不会有忘词 或者是忘词之后 脑袋一片空白问题发生 那到底自我介绍 要放哪些个人素材进去呢 主要有两个大人则 第一个就是跟科系高度相关 第二个就是培养你关键能力的重要事件 那首先是跟科系高度相关 那在面试这些学校之前 你可以先查一下这间学校所需要的特质 能力等等的 然后去把你拥有的个性跟特质 把它点化出来 那这些就是你可以放进自我介绍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培养你关键能力或特质的重要事件 那就是刚刚你列出来的那些能力跟特质 你就要想一下你有哪些经验 是可以佐证你拥有这些特质 或者是你所培养的能力的 那其实主要素材就是以这两个为主 那接下来就是自我介绍超关键的提醒事项 那就是要很有自信而且不断的微笑 让教授感受到你的自信之外呢 也让他觉得 你是已经准备好可以进入这间学校了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面试前会做的准备 就是我每一天至少会练一次自我介绍 然后让这些东西是非常内化 而且深耕在你脑海里的东西 那在你面试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忘记 那接下来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去找你的朋友 老师家长去跟他们讲一次你的自我介绍 问问看他们听到这个自我介绍的感觉是什么 有没有把你最强的特点给展现出来 那去听听看这些人的建议 相信你的自我介绍就会修得越来越精准啰